我覺得雞排妹現在也沒什麼工作 所以我建議她可以開個YouTube頻道 然後叫做前科太太 每一次開頭就會說 嗨 大家好 我是前科太太 你們今天過得好嗎 我想她一直過得不太好 恭喜是精神爽嗎 大家今天一起都很開心吧 後天同慶 後天同慶這麼開心 你們幫我發一個恭喜 好 來 所以要恭喜雞排妹 恭喜 恭喜 恭喜你呀 恭喜 恭喜 恭喜你 我相信有很多人都想要跟我一起 歡慶這個歷史性的時刻 欸 雞排妹 你講話可以不要那麼大聲嗎 前科確定 我希望雞排妹不要再濫用司法資源了 也不要再以身釋法了 年輕是個前科犯 不要再給社會做出更多不良的示範 三省定宴的意思 在這邊跟各位科普一下 就是說 確定了 不能夠再告了 我想雞排妹她本身 就是法律知識不足 所以呢 她才會堅持說 她還要再提告 雞排妹 不要加油哦 大家有去過日本嗎 你在入境日本的時候 他們會要你填一個入境申請表 那個表上有一個問題 非常的重要 會問說 請問 你有沒有 刑事前科犯罪紀錄 在這邊要提醒雞排妹 鄭嘉純 以後入境日本 要記得 打勾說 有哦 1月28號選盤 得上100萬 有沒有信心會打贏這場冠軍 民事的部分 我們絕對 確定一定會贏 只是說金額賠償的多寡而已 我覺得雞排妹現在也沒什麼工作嘛 所以我建議她可以開一個YouTube頻道 然後叫做 前科太太 每一次開頭就會說 嗨大家好 我是前科太太 你們今天過得好嗎 我想她一直過得不太好 好 今天上一次節目 我幫你 請問一下 吳宗憲一直講說 陳怡有什麼才藝 她上我的節目也只能夠噴 是這樣子嗎 吳宗憲請問一下 那你有什麼才藝啊 你的才藝除了嘴秋以外 你還有什麼才藝 那我的嘴就是比你更丑陋 所以我覺得吳宗憲應該是怕了我 他覺得我嘴比他更丑 不敢讓我上他節目 我覺得憲哥要勇敢一點啦 要不要敢正面對決 我真的非常的想上你的節目 而且吳宗憲講說 他從來沒有封殺過任何人對不對 他之前有說要聯合整個演藝圈封殺陳怡 不就是因為我也是直接講說 吳宗憲上節目遲到不對搞 所以吳宗憲沒有辦法縱容別人 陳述他所犯過的錯 在這邊也要提醒一下 說到嘴秋被打吳宗憲他也是前輩啦 因為之前他也是去吃涼麵 然後就跟大學生可能因為嘴秋互毆 頭上還封了九針耶 所以我想說身為嘴秋的前輩 吳宗憲不找我上節目 誰要找我去啊